第三年年度个人健保费调涨之后 相较之下公司的团体保险变得更划算了 在今天我该怎么办系列报道中 华欣保险的专家将为观众朋友解说 公司团体保险的福利内容 其实有很多的员工就像我们去拜访公司的时候 他们听到这个福利都非常的开心 而且如果你的公司里面有很多的员工 他们都做办公室的 每天在电脑前面 他们可能会很需要一个additional的rider 叫做推拿 因为有很多的人他们会认为说 其实推拿跟针灸 你在一般的个人保险其实是买不到的 如果说你今天用公司来做的话 你只要公司有做健康保险 你就可以加这个rider在你的公司保险当中 而且现在有一个新的健康保险计划 已经把这个福利直接加进去了 所以现在其实用公司来做健康保险 不但保费很便宜 而且还可以让你的员工的福利越做越好 这也就是为什么其实现在越来越多 小型企业的公司的老板 他们都会选择用公司来做团体的健康保险 看问题找答案 我该怎么办系列报道 下次将会针对2013年度健保改革的内容 做深入的报道进行锁定 接下来我们要关心就是农历新年采买年货